《美人鱼》是一部由香港导演周星馳指导的电影 月2016年上映 该片是一部习剧片 但也揭示了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和责任 电影讲述了一个人类男子 刘迁 刘刘德华饰演 被派往一个美丽的海湾展开一项重大开发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 刘迁误打误撞地遇到了一个美人鱼 苏菲 刘灵允饰演 苏菲的任务是袭击刘迁和她的同伴 但她却与刘迁产生了感情 在刘迁的帮助下 苏菲开始了解人类文化 并开始思考自己的使命 电影通过搞笑的情节和假想的情节 向观众展示了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破坏的后果 同时 电影还探讨了人类与其他五种之间的关系 并呼吁人们应该关注她保护环境 《美人鱼》是一部成功的电影 她深受观众的喜爱 该电影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票房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卖座的电影之一 该电影的成功不仅在于她的喜剧和浪漫元素 还在于她所讲述的环保故事 这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总之 电影《美人鱼》不仅是一部有趣的电影 还是一部有意义的电影 它向观众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们必须尊重和保护环境 以维护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和谐共存